喂 今天你們做什麼鬼 我的桌子咧 雞精茫茫叫我來這邊 然後我褲子都還沒有穿好就跑來了 結果我沒有桌子 這樣我不是會給人家看光光 欸欸欸 等一下那個做後製的啊 你記得幫我Edit一張桌子在這邊 然後上面我還有一家電腦啊 最好是Apple的啊 Yo What's up 歡迎回來Rider News 我是你們最愛的主持人 阿豪Atyhead 上一期影片啊 就有提到我的這個新intro啊 從留言的反應那邊看到咧 很多人應該還是比較喜歡我的舊intro的 當然也有一些人不太明白 為什麼我會把那個舊intro換掉 原因啊就是那個舊的intro咧 很多人看了過後給出一個負面的評價 有人講啊 因為那個intro他以後啊 他絕對不會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給他的家人還有朋友看啊 聽到他們這樣講 我豬豬酷了89個晚上你們懂嗎 畢了要擺脫那個變態的形象啊 我決定要改掉我的這個intro 畢竟那種變態變態的東西啊 是不太適合我的 我才不像那個利永恆這樣變態啊 欸欸不要講到這樣咧明明你也很變態咧 哈眼尖的觀眾咧 一定就會從這個新intro的那個logo那邊 看出一點端倪 看出一點端倪 就是咧這次的logo下方啊多了一個註解 沒錯 接下來我不只是會做跟 automobile automotive有關的題材咧 我也會嘗試做一些跟technology有關的影片 如果你是看我的channel超過兩年以上的話 相信你們都知道 其實在之前啊 我這個channel是有拍一些 跟technology啊 3C產品有關的一些使用心得 一些review甚至DIY啊 我相信你們大家應該都很想看到我開箱 什麼Sony的PS12啊 還是最新的Apple iPhone 5對不對 欸欸欸應該是PS5跟iPhone12才對咧 OK廢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就來講一下上個禮拜啊 馬來西亞汽車界啊發生了什麼大小事啦 Honda馬來西亞就在上個禮拜發布了這個全新大改款的Honda City的價錢啊 有興趣的朋友都可以看這個影片啊 裡面會有更多的細節啦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人看到這個Honda City的售價過後呢 本來是訂這個Nissan Almera或者訂Proton X50的朋友啊 都把注意力轉移到Honda身上 甚至跑去訂了Honda City啊 有的話歡迎你們在影片下面留言給我知道 我要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有人因為Honda先公佈價錢 然後就跑去買Honda City 還是你們有Proton信仰還是Nissan信仰 堅持要等他們兩個的價錢呢 都可以留言在下面給我知道啦 講到這個Proton啊 如果網路上面的一些謠言啊一些傳言是對的話 也就是講它是因為要等對手的價錢 它才一直延遲一直延遲一直延遲 直到現在都還發布不了它的售價的話 這個Proton的X50團隊啊真的是下錯期了啊 早早在那邊耍一堆花樣搞宣傳 結果現在這個疫情又再次大爆發了 搞到沒有的發布了咯爽咯 現在啊那些已經訂車了的人啊 我相信有很大部分都已經不太敢買了 畢竟啊這個收入方面也會受到這個疫情的影響 這個疫情真的不是跟你minemine 如果大家把腰帶繃緊一點的話 覺得舊車都可以用也是用到很不錯 甚至於不想再繼續等待Proton X50的話 那麼它的銷量啊我估計也會因為這個疫情的爆發而下降啊 如果早在疫情爆發之前先把價錢公開出來的話 我覺得那個才是上上策啊 畢竟那個時候很多人都已經loan 甚至已經貸款通過拿車了也說不定 所以Proton這次啊真的是GG to the max啊 現在聽到X50的新聞我自己都想吐啊 真的是從期待到有點麻木到現在已經無感了 你要發布不發布都已經無所未了的感覺 就好像你家的隔壁啊敲鑼打鼓講要開一間海底撈啊 結果你左等右等等了一個月又一個月 你每天回家經過看到你的隔壁他都還在裝修 他都還沒有開門每天只聞樓梯想不見人下來 也完完全全沒有幾時要開張的消息 這樣子的情況下多多少少都會開始對他有點冷感啊 在網絡上就有看到一些傳言和新聞就是講 Proton會推遲或者延遲發布這個X50 很大可能就是因為他們Proton內部就有工作人員感染了這個病毒啊 所以如果真的裡面是有人感染病毒的話 現在不公開價錢也合情合理啦 至於另外一家也就是Proton以前常常給人家拿來做直接對比的對手 Proton又有新聞了啊 雖然不是直接在馬來西亞發生 是在我們的鄰國Indonesia 被一些人看到並且偷拍了spyshoot 也就是這個ToyotaRise AKA Dahatsu Rocky 或者Proton的代號D55L的車型啊 這個小型Crossover車型是在路上被拍到實測畫面 哇這種珍貴的畫面實在是真香啊 因為很難很難很難 在馬來西亞的公路上面拍到Proton的實測車款 如果你是一直有在看我的頻道的話都知道 我時常會調侃Proton啊 就是沒有把那個車這樣駕出來 試下馬來西亞的路況啊 上下馬來西亞的雲頂高原啊 然後那個車就開賣了 但是在印尼情況就不一樣了 這個Dahatsu Rocky AKA ToyotaRise 是在印尼的街道上被人家拍到 整個包到好像紙紮車這樣 哇實在有夠難看 那個不是重點 重點是這台車在當地是有落地實測的 這個真的 Good job!Indonesia Dahatsu and Toyota 希望馬來西亞在發布這款代號為D55L的小型Crossover之前 也給它上路試駕一下 我就不相信現在的時代啊 全部人都有手機 全部人都有Smartphone 拿出來都可以咔嚓咔嚓的 會拍不到Spy shoot 所以如果有在馬來西亞公路上面實測 就一定會有Spy shoot OK!Proton啊馬來西亞 加油啊 然後這輛ToyotaRise 或者Dahatsu Rocky 它的定位是小型的Crossover 相信等到它推出的時候 很多人就會拿它來跟X50做對比 其實這兩台車不是直接競爭對手 引擎規格、車身尺寸 都不是一個Level 我們也可以非常簡單的從這個內裝看到 不管是Toyota的還是Dahatsu的咧 整個Interior就是Very Plastic 到了2020年差不多要2021年了啊 還有那些新車的Airbag的位置啊 是一個Kota這樣子 哇!我真的覺得太陽春了 畢竟廠商還是要賺錢嘛對不對 所以咧 他們設計車如果有在這一方面Cut Cost的話 可以把價錢壓下來 把價錢賣得更加有性價比 還是可以值得考慮的 在網絡上面看到很多網友的留言啊 講這個代號為D55L的 新Proton小型Crossover咧 裡面太陽春了啊 全部Hard Plastic啊 送我都不要啊 其實送我我要咧 可以送我嗎 送我啦 送我啦 這個大家就先燒完物招啊 我們先等一等這一款車的價錢 我們再來看一下 以這樣子的價格買到這樣子的東西 到底是值得還是不值得啦 畢竟你看那個Bezza Asia這樣Plastic都賣得很好嘛 對不對 價錢便宜 便宜 is the best Chip cheap win win 不過那個Arus賣掉那個價錢 然後給到這樣的東西就 好啦因為疫情的關係啊 整個馬來西亞汽車業界 最近都是安安靜靜的 所以咧我們就等待看下一個禮拜 有沒有什麼更加勁爆的新聞 才來發布給大家看啦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啦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影片 不要忘記訂閱按讚還有分享出去 小鈴鐺要記得跟它度下去啊 不然有新影片是不會有通知的啊 繼續鎖定我的Channel 我們下一集再見啦 Goodbye